前輩聊天會很開心,因為有很多寶藏的事情,我們就不知道,聊聊天又聽到很多事情回來 也不是的,因為有時自己選擇性不記得很多很傷心的往事 你突然說起,我突然想起,平時你一定要調開這些事情 因為你將自己的朋友離開,你不開心,你經常記住 你自己活的人是沒辦法走下去的 你活在記憶和痛苦中間,你走不出去,你自己都會憂惑症 剛才提到一些突然意外,又離開了 當然,你自己可以某程度人為,可以保障自己或人家的生命 但有些事情,你好像是天意難為的,你會很信命運嗎? 我以前不是很信任,怎知道我越老越信任,因為我已經送了很多老朋友 因為你知道我們年紀很小,進入電影界,變成很多在電影界,電影工業裡面的很多專業人士 導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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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員,導演員,導演員,導演員會比我們年紀大 所以我們往往在電影中送走了很多前輩是不奇怪的 所以那麼越來越來越落越順盤 那麼像這次馬行一樣,前一次,有一個空中小姐 他本來呢,總想到idian riding like that 我知道你在這個地點了 他當時雨上吊了一家 但這個兇子就上去了 那這些是否要整定的 還有,有一家人 他們是前一次華紅 全家都沒有了 另外一個親親是今次沒有了 但都是同一個姓的 同一個家庭 這個比例是很小的 這樣也很慘 還有香港,有一個男生 他是華紅的 香港的男生 他無緣無緣無故放假 誰知朋友求他 他有一個男朋友來 他真的回來過幾天 你幫幫我 他上了那個,這樣就沒有了 他是放假的 所以有時是否要整定 正如我們的電影 先講一下,當然要設學電影 就是講一下那個巴士 丁九那個巴士 你又不知道 踏上這條不歸路 坐了一輛巴士 一早就開出去 就這樣 被一輛車推出去 就掉下去了 這樣 這些東西 完全不會 有任何鮮兆的 基本上 對 你知不知道我朋友 我朋友做義文局 有一次他們 乘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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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知又是交通意外 又是被火車撞到 他昏迷過之前 他是看到 幾十個白色的 跳進去他的車 是啊 即是他那時候昏迷了 是啊 但是 後來醒了 不是,他是 快要昏迷之前 哦,快要昏迷之前 就看到有些 看到一堆白色的 飛進去他的車 可能那些人是要 拿命 找替身 哦 所以這些大型交通意外 尤其是農曆七月那些 很多人都說 其實要特別小心駕駛 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要 不知道 拿命 是啊 這些傳聞 那 如果你中國傳統幾千年 那七月 都是 最陰的 那一定是會有他的道理 嗯 我可不可以爆你的秘密嗎 我? 我的秘密被人爆了 但是你這個秘密 是你剛剛才知道的 沒人知道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原來欣欣姐是農曆七月十四出生的 哈哈 但是這件事你剛剛才知道 我媽媽叫我一定 不要讓人知道 哦 為什麼呢 不知道 因為我媽媽八十幾歲 他那個年代 七月生的弟弟都不好 就是被人覺得是不好 所以他 他都不想讓人知道 他七月十四生我 所以他一直跟人說 都說我七月十五出生的 哦 那你直至什麼時候知道的 幾個月前 我剛剛做完舞台劇 他在三藩市飛回來看 那才無疑中說 一做長髮休靈 又是做鬼 對 他才說起 其實 我一直騙你的 你不是七月十五的 蛤? 對啊 你七月十四早早八點幾出生 不過我們那個時代 是真的不好的 所以我不敢讓人知道 我七月十歲生了個B 哦 那你就是漁蒙錯性 媽媽你騙了幾十年 那我可以體諒他的 那個時代是輿論的時代 他要在他自己的圈子裡生存 不管他的圈子 可能只有三四個夫妻 都是他的圈子 那我就覺得我年年七月十五的生日 原來是遲了一天 但是沒所謂 但是這樣說 日子不同了 你有沒有被人算命 那就不對了 那些日子 那時候日子不同了 就算不到你的命 會不會 那就是 真的嗎 是啊是啊 其實七月十四出生 我剛剛都認識不少人 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都是七月十四出生 但是 會不會因為這樣 你感覺到一些事情 你想說我們特首 哈哈哈哈 這樣就不可以跟你相比 現在大家都喜歡你 就是萬人景仰 大家事實不同 事實不同 他真的做得很辛苦 還要被人罵 沒錯 那你是不是因為 可能現在回想 可能是因為 七月十四出生 而容易感覺到這些事情 遠慶丹的地府 他只有一個弟弟 他只有一個老婆 他只有一個老婆 他又是七月十四的 遠慶丹說 他就經常看到事情 是嗎 是的 OK 所以可能有些關係 少少關係 那 我也經常看到事情 但是 看到不是真的看到 你真的感覺到 你真的感覺到 有個影子在 有個東西在 如果有 很多你就感覺到 好像我拍《恐怖在線》 我們在那間有鬼的學校 說有鬼吧 就是戲中有鬼 不是 真的有嗎 你真的看到嗎 我真的看到 沒有 你先說聽聽聽 即是看到窗口 有一個人在看著我們拍戲 是導演來的嗎 不是 因為那個窗口是去不到的 咦 你是不是說 我們第一場戲 是的 那間荒廢了一下 是的 還有我什麼鬼上身 看到什麼什麼 我是感覺到 感覺到好幾個在那裡 在外面看著我們 是啊 哦 因為 有一次我們去澳門 我們拍《綜合性》節目 那個導演是 梅小青 梅小青 是的 我們去拍 我們個個 有一個人力車 人力車 是的 那些單車 可以坐一個人的 我們整個都這樣做 放歌 誰知拍出來之後 是 看不到張國榮那裡 是沒有了 慢著 這個拍攝有哥哥粉嗎 是啊 他是第一個 但是 他還說 我知道他住哪裡 他跟我聊很多 他住在什麼街 11號 什麼什麼 我叫什麼名字 你有空來探討我 誰知拍出來 就看不到 看不到 然後說 我們回去再拍 他就 走到那個人的家 去找那個人 名字是對的 但是那些人說 那個人已經死了十幾年 但是那個人是什麼人來的 普通 鬼 我知道 但是那個人是演員還是什麼 他坐車的那個是張國榮 是啊 即是那個司機 是啊 司機死了十幾年了 但是 拍不到的司機 我不知道 這個要問梅小青 就是拍出來 我們後面有前面沒有 所以要我們再去拍過 但是那個司機 又說了些東西出來 那些人知道是真的 不是 他跟張國榮 是普通來解的 蛤 即是哥哥都撞鬼 他後來知道 是不是 他知道 他有八 他走到別人家去找別人 是 就拿著找他出來再拍過 即使人家說有這個人 就是梅媽媽媽媽媽媽媽 但是他死了十幾年了 是 但是這些我們都不敢說 這麼厲害嗎 哦 是的 這件事已經很久了嗎 是的 歡樂今宵那些嗎 不是 都是七幾年的時候 七幾年 即是去澳門拍特輯那些 是啊 嘩 這麼厲害 但是 有一件事 都好像跟哥哥也有關係 在酒店 是不是 在台灣 又是七幾年 又是七幾年 因為 台市第一次跟黎迪 合奮去拍賀瑞達輯 所以呢 呢 導演哥 張國榮 我 雪嘉燕 我們就過去 我們當然是 跟那些舞蹈跳舞 因為我們早上已經記住 我們要唱什麼歌過去 一去到 我們就大家先睡一下 睡醒了 睡醒了 就 哥哥有哥哥的舞蹈 我又我的舞蹈 因為他們電視台有很多人 所以 雪嘉燕 誰知道我們三個人 都同時跟那個舞蹈說 我們做夢 就夢到一個很凶曠的地方 因為有些揹手揹腳 有些有很多窗洞 噢 即是被人假裝過 是的 很醜 有些人在那裡 站單車 沒有腳 但是呢 我要出去開那個鐵閘大門 即是富豪鐵閘大門 也開不了 不讓我出去 叫我留在那裡 後來他們就走過來說 他說 雪嘉燕在旁邊都在說 他撞到差不多 場景 也是有很多窗洞的 很多斷手斷腳的 為什麼張國泳銘是夢到那些 嘩 那三個不約而同都 對 那麽台時的導演說 是呀 以前日本時代 死了很多人 那個 亂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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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撞車死了 被人打靶 那些 沒有家人在那裡 沒有人來領事 我們全都在那裡 現在在那裡做酒店 嘩 即是一個酒店變成了亂長江 不是 亂長江 對 這樣賣了一個地 這樣 嘩 所以我們 我和張國泳很相信 嗯 因為我們同時 一起睡睡覺 不是睡在一個床上 一個一個房間 但是呢 我們夢的東西 是差不多一個景 台北是嗎 是啊 那這樣別人說 如果是這樣 那個音氣很重 咦 咦 我當然 看了節目大家都知道 台灣有一個地方 是亂長江區 也是建造酒店的 到現在都是 咦 可能是我們說的 是一樣的 這間酒店 如果我知道這間酒店 是同一個地方 你記得是什麼區 是不是信義區 應該是吧 OK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區 不記得了 別人喝 我們就喝喝那些 修仙照 加那些梅子 噢 喝到又疲勞 溫溫溫溫溫溫 大家睡著睡覺 睡醒了 兩點多 就去電視台排舞 拍攝 但是 是 發一樣的夢 比較奇怪 幾 但是現在想起 幾 幾 如果出去酒店 或者你經常出去登台 拍攝 這些已經是私空見慣 或者哪裏你覺得更厲害 譬如馬來西亞那些 馬來西亞呢 我有個女朋友 其實我有幾個女朋友 經常都去請降頭 蛤 他們去找降頭師嗎 是呀 他們經常叫我陪他去的 那麼 我們去到那些 馬來的屋 進去 他們又沒有路燈 黑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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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感覺到很多那些 當然 那些降頭師通常都住在深山 或者那些 他們又不是深山 但是他們是馬來的 馬來的 馬來的 是那些馬來的 那你有沒有看到那些降頭師 真的怎樣練鋼 做東西 幫你的女朋友做 有呀 他們又做了些屍油 又去塞塞瓶 有些又叫他們吃飯的時候 倒些進去 即是你的女性朋友 去找巫師 去做這些屍油 是呀 然後又去其他地方 是呀 但是我陪他們去 我看到也挺害怕的 是 但我去到那個村 感覺到很 即是可能是自己害怕 我不知道 但我是很害怕的 其實一點也不奇怪 那些降頭師 他們要找東西去練鋼 或者做事 他們一定要找些最陰的地方 基本上 是的 我自己也去過這些地方 真的 我去過我上一部電影 那你是不是覺得陰呢 因為旁邊就是墳場 他們就要拿墳場的屍氣 或者人的頭髮之類 要把屍體挖出來 旁邊就是墳場區 要不是為什麼要住到這麼深山區 所以你看到的東西 一點也不奇怪 即是我自己去過 我不是看到 我感覺到 嗯 即是可能自己害怕 所以感覺到很重要 是 但是在越南的酒店 我真的感覺到 很厲害 一隻 噢 那晚是怎樣 感覺到 噢 即是你睡睡睡覺 剛才覺得 剛才覺得他站著看著你 有沒有玩你的電視 玩燈 那些是最喜歡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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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沒有看到那些 令你很害怕 突然害怕 那你下一次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沒有 因為我只是感覺到 嗯 那都 都算好了 如果不是 但是我看到張國榮那些 是一模一樣的 簡直是人 所以就不會害怕 不過 你當時覺得 是粉絲 扮得很像他 是 是 你不覺得這樣 他自己出現 是吧 究竟是不是也不知道 即是可能 是我自己 太集中做的事情 自己有幻覺 嗯 是吧 又不同 可能你跟他認識 所以大家有一個 機緣 頻道 去看他 也不奇怪 嗯 但是當日沒有這樣的粉絲 你沒有發現 沒有 是一個肥仔大眼鏡 其實 嗯 這些都是 是一種 緣分 電波 嗯 大自然的電波 但是這些電波 我想要 要下一代 下一幾代 科學 更加進步 發現到這些 是什麼元素 之後才會解釋 嗯 我們現在去解釋 以前的東西 以後的人 又解釋我們現在的東西 沒錯 但是現在 這個時候 還沒察覺的時候 你會說 哇 你神經的 哇 你神經的 你真的有精神病 有幻想症 不要緊 這個節目就是講這些 是嗎 所以是 越對可以講的 還是你說多一點 不是 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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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在線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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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部戲 就是有一些 那麼好的前輩 那麼好的演員 才得到那麼多獎 當然不是 什麼不是啊 是因為整部戲 都是你在 我 你的聲音多好聽 不關我的事 你的聲音呢 好像那些佛救物宗 那些念經 師傅念經 那些 那些很柔和的頻道 是很入去細胞裡面的 搞到那些 鬼佬評審 加州電影節 那些評審 雖然 可能趕不及去看英文 你說什麼 但是是陶醉進去的 如果不是張紹輝 怎麼這麼容易拿到 商料 國際影帝啊 哇 你說這句我真的還要 還要繼續再拿啊 我真的不用出來做的 你說這句我受不起 你自己說 在你的恐怖在線 可以說恐怖的 那我就希望 莫非不要聽到 我要見到他 大哥 不怕的 他經常原諒我 這是陰陰姐講的 真的 真的這樣說 整部戲 各樣的製作 或者團隊 都是一個 一級的水準 我相信什麼都有運 一部片 都有片的運 但恐怖在線 這部片 是很好運的 我真的覺得很好運 為什麼呢 我們拍完這部戲之後 很多的一些 當時還是新人 或是不太認識的人 全部都上了 雜誌封面 對 你知不知道第一位是誰 我也不看雜誌的 這個就算不看雜誌 也認識的 其中一個演員 叫 叫 Coffee 你知不知道是誰 他是扮女鬼 他在戲裡面和Oto 他扮女鬼出來嚇人 大家知道Coffee是誰 他上了封面 然後那些Supergirl 最近又上了封面 阿輝哥當然不用說了 又獲獎了 鷹鷹姐 最近又拍了賀歲片 是不是很旺呢 真的 所以全組都很旺 所以恐怖在線旺 就大脅了我們 也謝謝你 不要這樣說 大家的功能 你不用謙虛了 如果我是你說 我知道 不行 不行 我想問一下 你想鬼存在 或者見過 就會相信神 這個世界都是相對的 很多事情 你有沒有感覺到神跡 或者你見過那些奇人 說了很多話 又中了 圈中很多人會看這些奇人 找人去看看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奇人 沒有 沒有 想不想見一下 有些人說 我看到你很準確的事情 就是說 他看到你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你會不會願意去看這些事情 不會 為什麼呢 不想知道 不是 我相信 人的命運 是你生出來 和大自然吸給一口氣 已經注定了 嗯 這樣 再加上你成長的過程 你的性格 你的DNA 你怎樣去處事 就已經注定了 嗯 那好像改變不到 會不會 改變不到 你覺得改變不到 改變不到 嗯 如果這樣說 會不會 很消極 什麼都改變不到 會不會 都不是的 你做人不可以 手朱袋兔 對 看上腦說你很慘 你一邊坐一邊等慘 不是這樣 那一定慘 對 對 所以 人都要面對 艱難 幸福 快樂 喜怒哀樂 人生就是這樣的 嗯 就算 你說有些事情 改變不到 我認為會在大方向改變不到 即是無端端 我不會變成李嘉誠 基本上 但是我都可以 在我自己的範疇 我可以改變到某些 你又怎知道李嘉誠很快樂呢 你可以在街邊 可以搓魚蛋 可能他都很想 但是他最多是 叫保錶買了他 他還在Fansy車裡面搓 那種快樂就不同 我們可以穿著拖鞋 到處走 他不行 對不對 各有各的快樂 不要羨慕 對的 我們生的時候 可能可以擠著金鎖匙 因為你投胎在什麼家庭 你的父母可以影響你的前半生 但是人離開的時候 你怎樣都會躺在一個床上 最後一口氣 你離開後 什麼都沒有 是不是 所以不用刻意追求某些事情 人都要追求的 這些是慾念 是不是 人生就是這樣的 但不要過分追求一些 那這些就變成貪念 這些又說到另外一個 層次 是佛學著 跟我們恐怖在線是無關的 但是我也覺得你今天訪問我 都頗恐怖的 不是啊 我今天覺得跟你聊天 第一是一個緣份 我相信我也是一個緣份 譬如我今天認識到的 我會覺得我們前世的層次 已經認識了 我很相信 只是關係不一樣 就算在街上走過去擦身而過的人 都是曾經會有緣的 很簡單 我養了很多隻狗 我以前養了二十多隻狗 我經常覺得這些狗 恐怖在線 可不可以說狗 可以說狗 什麼都可以 我覺得這些狗 很多是小時候 很有趣的時候 男女拍拖 就養牠 當牠們散了之後 兩個人都不要牠 如果我不愛心牠們 牠們已經很慘了 所以變成 我就會經常嘗試 知道牠們要什麼 我就浪費很多時間 去了解牠們之後 我發覺到 原來狗 是不用像人一樣 投胎之前 要過那個內行條 因為有一次我養了一隻小狗 我突然間 我身旦的朋友 拿了一個很大的蘋果 我就去廚房 拿一把刀 切蘋果 誰知道狗 突然間看到刀 發瘋 很害怕 抱著我的腳 然後慘叫 慘叫 慘叫 啊啊啊啊 慘叫 我什麼事呢 啊啊啊啊 抱著牠的腳 然後我想想 會不會是因為我拿了一把刀 我就收回 一放下刀 牠馬上沒事了 然後呢 牠的記憶 和那個 就像平時一樣 跟著我跳著跳著 我就覺得 咦 我的啟示 就是 是不是 那些狗 真的會知道 前一世發生過什麼事 牠看到刀是很恐怖 很害怕的 所以問其他狗 對那把刀有沒有同樣的反應 沒有 只有牠 只有那隻狗 只有那隻狗 那隻狗跟我 還有呢 就是我的朋友 牠們是不認識的 那些狗是不認識牠們的 突然之間來 牠們是熱情到 好像 還熱情過我 好像看到主人那樣 抱呀嘴呀 射呀好得不得了 咦 你們兩個好像不認識的 那我就覺得 這些真是前世緣 那我就相信 還有一次 我有一隻貴虎狗死了 那 那 那司機 就要 幫我送去醫生那裏 去幫我處理 因為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死了 那些東西 就放在那裏 然後我說 你們 拜一下牠 跟牠說再見 那 整隻狗 是自己會跟著 走三個圈 咦 這麼有人性 是啊 其實我是亂說的 跟Micky說再見 牠們真的會走三個圈 所以我在狗那裏 我得到很多領悟 就是可能前世他們知道很多東西 而不用喝那個 盲婆湯 盲婆湯 因為如果我們人很殘忍 這些全部我撐出來 如果你不喝盲婆湯 可能你像狗那樣 記住前一世她曾經做過什麼 你會去報仇 那便不好 不應該這樣 是啊 所以牠就把你忘記了 怎料原來今世 牠可能是你的丈夫 可能是你的子女 如果你不記得 可能你就會 前一世她怎樣對你 你還會報仇 但是狗就不會 所以我覺得會有命運 好啦 每個人都有機會要走的 那欣姐你會不會喝這碗盲婆湯 這些是我們不知道的事 如果讓你選擇 你寧願喝還是不喝 你要喝了才可以做人 如果我讓你選擇 你想你下一世記得現在的記憶 還是完全忘記 那如果我為了要做人 我也要喝的 是嗎 是啊 因為你做人 你起碼自己可以奮鬥 可以用自己的智慧 去面對困難 要不快樂 但是貓、狗、動物 你是設定在你的主人怎樣對你 你是很無奈的 如果我們找一份工作我們不喜歡 我們可以去找第二份工作 他不可以找豬 對 我對這個老闆不喜歡 我可以去找少些工資 我可以做得開心 但是貓、豬、狗不行 如果我做豬 我還要被人劏 我劏豬凳 你知道我在橫店拍戲 天天早上四點幾 那些人劏豬 真的放在一張劏豬凳上 跪在那裡 接著撥他的頭 他們是慘叫到幾公里之外都聽到的 很淒涼的 所以橫店這麼猛鬼 可能有什麼原因 你有聽過橫店 橫店我就不知道猛鬼 因為我是1992年 我是第一批去橫店拍的 那時候我都不覺得有鬼 現在很多傳聞 一說橫店就很多 是嗎 因為它又是一個亂葬江區 是一個拍戲的地方 又是一個傳聞 所以這一輩子 你已經有太多的記憶不好 下輩子不要帶著這些記憶走 我覺得如果我有選擇 我一定會喝的 因為很辛苦的 帶著一個下輩子的記憶去 接下來的生活 我覺得如果做人 他一定要讓你喝酒 才讓你過去 也是的 你如果不喝 你做豬做狗 剛剛做到羊 這樣就養 主人對你很可愛 那到時候就劏 都是遭遇被人殘殺 這樣就另可以做人 當然現在我們還是活生生坐在那裡 這些東西 是不是真的要喝 或者經過這條橋 都不知道 所以最好都是 活好每一天的每一刻 活在當下 沒錯 但是我覺得 口術 傳統陸來的東西 一定有它的科學存在 不過我們不知道 所以尊重每一些傳統 這樣說 所以 都是那句 我們今天 講靈界的東西 或者講一些神界的東西 不要太誇張 所有的事件 正如我們這部戲 雖然是一個改編的故事 但是我們還是 怎麼說呢 都希望帶出一個訊息 究竟這個世界 有沒有靈界的存在 導演也說 他不是想讓你去看 這個世界有沒有鬼 而是你自己去感覺 導演不相信有鬼 但是他可以寫出一個 這麼好的劇本 真厲害 你自己去感覺 究竟這個世界是有還是沒有 所以大家可能是追看電影的重要 但是恐怖再生這部戲的有趣就是在這裏 你覺得有的 你就看了很害怕 你覺得沒有的 都是一部很好看的電影 沒錯 所以大家就拿著這個宗旨 入場去看 究竟你 看不看到東西 究竟你信不信 裡面所說的話 但我相信今晚 因為全部都是發生 真人真事 好啦 很感謝音音姐 希望 你上次就憑著奇幻夜 有提名 金馬獎 對 金馬獎 希望這一套再挑戰 好嗎 這一套 好 它是魂感好 對 再挑戰 我不需要我自己拿獎 如果這部戲可以 在金釀獎 入了提名 我也很開心 對 我們全座人都希望可以 因為它太好運了 而且人們太喜歡這部戲 總之每個崗位 不知道哪一個人 有提名都好 對嗎 對 因為每個人都做得好 OK 好 我也希望葛續生人獎 你 你如果要 你 不是啊 你真的做得很好 是啊 你和你的聲音 是整部戲的主幹 唉 行了 音音姐 多謝你 受不起 不是啊 我說真話而已 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聊到這麼多 好 多謝音音姐 下次再見 拜拜 好 麻煩一下音音姐 一個小時候跟她的專訪 聽了她很多靈異經歷 她都爆了很多 給我們知道 相當精彩 麻煩一下音音姐 出席了我們節目 下個星期 我預告定 有另一位男主角 會出現她們的靈異事件 密切留意著 好啦 也都完成這個星期的恐怖在線 下星期一再見 拜拜 愛一個正常的空間 卻因為機緣的巧合而生關係 眾生在互亡 但願不相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